那么我们 这个 如实到这三个根 太重要 这三个根是戒律的根本 学习呢 一定从弟子规学起 第二感应片 第三个是山野道 有这个基础 再来学佛 就没问题了 那出家呢 还得要加一本 沙米略义 四个根 这四个根 咬下去之后 无论是学儒 学道 学佛 决定有成就 学儒 成圣 成贤 学道 成神 成心 学佛 成佛 成菩萨 真能做得到啊 所以你没有根不行了 没有根 苦学一辈子 到后来都没结果 你就想着 砸根多重要啊 有这四个根 佛教肯定会灭亡 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今天供养三宝 用砸根的教育 然后夜门深入 尝试熏修 这真供养啊 这个供养啊 让佛法 久住世间 续佛 毁灭 这真供养 那这一生 就没有白来了 这一生到这个人世间 建功立业了 那真有价值 那 所以这个 在今天 不能 不知道 啊 如法 修行 立业 众生 事真 当年在世 一生 给我们 实现 做出来 给我们看 这身心 一人教我 佛经里头 这些戒律 他全做到了 啊 经典上所说的 那么有一句 他没做到 啊 这才是个好老子 我爱托 我爱托 这些人 这些人 我爱托 我想我 我爱托